女团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火箭少女101》是最著名的之一 近两年时间就吸引了无数粉丝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歌舞实力 更是因为他们的默契和友情 此次两人身着婚纱拍摄女友照 让人对这对组合有了更深的了解 为了拍这张照片 《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因为婚纱太捆松了 在镜头前很难找到合适的姿势 此外他们还必须克服人数众多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站在中间的人效果最好 而站在边缘的人很容易被拍丑或者脸变形 然而就在这时杨超越挺身而出 在这张照片中杨超越站在边缘 这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为杨超越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商业价值 站在中间完全可以 但他为了让其他成员站在更好的位置 而选择退让 他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他的善良和单纯 他没有为自己牺牲别人 而是真正为团队着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杨超越站在边缘并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这是他为团队做出的贡献 他的决定让其他成员站在了更好的位置 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这个决定也让人们更加喜爱杨超越 因为他的真诚和善良没有白费 然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杨超越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善良和单纯的性格 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还是因为其他成员也让过啦 现在不得而知 这也让人们悬念不断 期待杨超越和火箭少女101成员的未来 无论如何 这张照片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这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